朱婷最适合这个队的战术体系。 但是没成绩没有资金,加盟不可能。 2019年10月5日 文毒巨一格。 朱婷在瓦吉福银行获得了本赛季的土耳其联赛冠军之后,马不停蹄地赶回国内稍作休息,会立即投入国家队的训练和备战国际赛事当中去。 为了备战明年的奥运会,朱婷下赛季不会再次征战土超联赛,留在国内打一个赛季的联赛,消息一经确认,究竟哪家俱乐部能够获得朱婷的加盟立刻成为了引人注目的话题。 国内的俱乐部联赛最大的优点就是赛程短,有利于女排国家队被占东京奥运会。 就拿新年的联赛来说,比欧洲的俱乐部联赛提前一个月结束,比赛的强度不会像土超那么高,大部分俱乐部也没有欧观这样的洲际俱乐部赛事羁绊。 不用双线作战,赛程的时间缩短更有利于运动员避免受伤和恢复调整身体。 从中国女排联赛各个队伍的战术体系而言,最适合朱婷的俱乐部,应该是地面保障能力比较好,一传防守技术突出的队伍,而不是要朱婷去做清洁工和修饰主的。 这方面山东女排是最突出的,该队的后排技术核心是国家队自由人王孟杰,边工有宋美丽,钱静文,杜清清,车文涵等等,都是前后排技术可以自保的队员,复工位置也不差,有杨涵玉,孙如涵,张倩,整个队伍唯独缺少一个可以关键时刻。 山东女排本赛季存在的问题就是手强功弱,不论一传还是防守在国内联赛数一数二的,虽然来回球中打得很快,但是缺乏一锤定音的大炮,如果有朱婷这样的主攻加盟,势必可以做到攻守平衡,成绩也会更少。 也许每一个队伍邀请朱婷加盟都会长成绩,但是俱乐部之间的差距可能会存在让过度透支朱婷的身体,还是适当使用朱婷的问题。 为了避免朱婷积劳成绩,留下充足的精力备战奥运会,山东女排应该是最好的选择,小球技术突出,一传稳健,防守卡位精准,让朱婷集中精力投入到进攻中去。 当然了,山东女排只是战术打法比较合适朱婷,其他就几乎没有和朱婷可以沾边的了。 首先在联赛没有什么好成绩,本赛季第六名都已经算是这几年最好的了,其次经济实力跟不上,朱婷一千多万的薪资,估计可能是山东女排好几年队伍建设的总投入。 而且山东女排也没有好的保障团队,这个可能连朱婷的母队和男女排都比不上,也没有在国家队比较要紧的组合搭档,前排拦网国家队副攻主力没有,主攻对角也没有国家队主力,二传更不适,所以朱婷加盟山东只能是天方夜谭,可以想想仅此而已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